主席各位同仁,這條是關於司法院人審會的組成,司法院的修正版還是維持現行的條文,是由司法院院長指定的委員11人,各級法院的法官12人,以及其他的專家學者3人。 我們有看到時代力量的修正版是司法院指定換7人,法官代表14人,專家學者5人。 其實這個人數的部分,我覺得這整個法律關於人事的部分,一直會有一個兩難,也請大家考量。 就是說,我們都希望外部的力量能夠擴大地參與,然後能夠強化外部的監督力道。 主要就是希望司法院不要變成一個官官相互的地方。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看,當我們讓太多的外部參與到司法院裡面的運作的時候,我們其實又擔心到一件什麼事呢? 就是司法的獨立性會不會受到破壞。 這個就是一個兩難的事情。 所以大家在今天審查我們各個條文的時候,一定要把這兩個事情思考在腦子裡,不是一味的往兩個極端走就是最好的。 我隨便講一下,像司法院人審會主要是負責人事的組成,升官、任免、考核、獎程等等。 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程度應該是司法院院長的人事權,以及他掌管的這個司法院,如果有任何人事上面的處理不妥當的話, 他應該要有司法院院長要負全責的。所以應該是要有一個全責要有一個符合責任政治的這樣子的感覺。 所以如果把這個司法院院長指定的人數大量降太多的話,其實我覺得雖然有外部的力量,強大的參與, 但是很可能會造成一個全責不分的部分。這個是要請大家要多考量。 另外就是外部的專家學者,他的來源也必須要注意一下,他的領選會不會有不公、偏頗的地方。 那遇到緊急要處理的人事的個案,會不會因為他對相關的人事法規的比較不熟,而導致延誤的處理。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討論的。所以這一點呢,我們認為司法院原來這個版本,如果運作上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, 盡量不要去改。那其他關於職務法庭我是贊成多一點。 接著請柯建民委員。